大家好 这里是语文闲话 我是语文 这一讲我们介绍印象派绘画的代表人物 即开创者克劳德·莫奈 请新来的朋友点赞分享 及订阅本频道 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 现代绘画的主要流派 印象派就是得名于莫奈的名作 印象日出 但这幅画还不能完全代表 印象派绘画的全部特点 除了名字 印象画派的主要技法 也得益于莫奈对光与影的实验与表现 形成了用马赛克式的小笔触 来堆积形体 制造明暗的主要绘画特征 为印象派的发展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用两期的时间 来详细分享一下 莫奈绘画风格的形成 以及他的代表作品 克劳德·莫奈出生于1840年 比德拉克罗瓦小42岁 比马奈小8岁 莫奈出生在巴黎 5岁的时候 随全家搬到了法国北部的港口城市 勒阿福尔 他的家境不好也不差 家里是开杂货铺的 母亲是个歌手 父亲希望他继承主业 也就是开杂货铺 而他对这份主业完全不感兴趣 他当时最爱的就是画漫画 眼看着儿子要往漫画这条路上死磕 莫奈他爸就很抓狂 崩溃了一阵子之后 还是把小莫奈送去了艺术学校 因为他爸发现儿子所画的漫画 居然能赚到钱 而且要比开杂货铺赚得多 原来这个小莫奈15岁时 就成了这个小城市的名人 因为他画的漫画实在是太像了 大家一眼就能认出他画的是谁 他把作品挂在一个画框店的橱窗里 招揽生意 每幅所价10到20法郎 生意好到爆棚 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小莫奈一定会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漫画家 可命运之神并没有这样安排 因为他碰到了欧人布丹 布丹就是莫奈卖漫画的画框店的老板 他在艺术界郊游众多 人脉颇广 和库尔贝米勒以及波德莱尔都是朋友 马奈的师傅库退尔也是他的顾客 他本人也是个颇具水准的风景画家 看这幅不丹的特鲁维尔的帆船 不丹发现莫奈天赋异禀 埋没在漫画界实在是太可惜了 于是经常拖着年轻的莫奈出去野外写生 教他学会了画油画 而且要求莫奈记住 当场画下的任何东西 总是有一种回到画室后 所不可能取得的力量 真实感和笔法的生动性 这个理念对莫奈之后的绘画创作生涯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莫奈后来回忆说 我会变成一个不错的画家 那完全是拜欧人不担所赐 1862年22岁的莫奈来到了巴黎 进入了格莱尔的画室 格莱尔是一个学院派 为了学画吃过很多苦头 1843年以一副傍晚消失的幻觉 获得了巴黎沙龙展的金奖后成名 格莱尔对年轻人特别好 每个学生每月他只收十法郎 用这个钱付房租雇模特 他自己基本就不赚什么钱了 从格莱尔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是个重规重矩的学院派 这样莫奈擅长的漫画是准确抓住人物特征的能力 在这个老师这里竟然就成了缺点 看着莫奈的素描 格莱尔总是语重心长的说 你把人物画得太像了 他是个矮胖的人 你就把他画成矮胖 他的脚很大 你也画得一模一样 年轻人啊 我要你记住 当你画一个人的时候 你心里要想着古希腊古罗马 研究模特的特点是对的 但是他提供不出任何好处 你要知道风格高于一切 格莱尔的这番话呢 就是很典型的反映了当时学院派教学的套路 我们曾经说过 德拉克罗瓦嘲笑学院派说 我们的教授们教授绘画就像教几何 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特别枯燥 而且特别压抑年轻学生们的创造性 可想而知 这种教学方式也使莫奈特别难以接受 这与不单对他教授的理念完全相反 不过呢格莱尔也并不反对学生外出写生 正好从1864年开始啊 这个格莱尔眼睛出了问题 视力急剧下降 学生们呢其实就放羊了 这个期间莫奈经常鼓动同学雷诺阿巴奇伊 和西斯莱去丰丹白鹿森林里写生 这四个人后来都成了印象派的骨干 可惜的是啊巴奇伊在普法战争中战死了 西斯莱也在印象派大获成功的前夕死于猴癌 莫奈他们四个人去写生的时候 住在丰丹白鹿森林边的一个叫舍伊的小村子 离巴比松不远 他们因而结识了巴比松画派的 柯罗迪亚兹和米勒 巴比松画派对这些年轻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柯罗就是当时最著名的风景画家 看科罗的这幅风暴天已经具备了印象派绘画的某些特征了 但是对莫奈影响最大的巴比松画家 却是当时已经离开巴比松的画家杜比尼 杜比尼是个粗犷派 也就是说他喜欢像伦伯朗一样的厚图 喜欢在画面上留下鲜明的笔触 而不像科罗那样有一把笔触隐藏起来 大家看他这幅春天的景色 这样的特点就相当明显 巴比松画派们和学院派一样 在户外只是写声 然后回到室内完成作品 而莫奈他们四个年轻人特别创新的是 一直坚持在户外完成作品的绘画方式 这对于日后形成印象派的风格和创作理念至关重要 莫奈早期作品朦朦胧胧的效果很明显有极力模仿科罗的痕迹 这是因为科罗是当时法国最成功的风景画画家 而且从1863年沙龙展评委选举改革 允许四分之三的评委由沙龙展历届得奖画家投票选举产生之后 科罗立即就当选为评委 莫奈对科罗的模仿 无疑有极于获得沙龙评委承认的成分 毕竟他需要快速成名赚钱 以便继续他的绘画事业 因为不仅是他的父母 以无力资助他继续学画生活 而且他还有个女朋友兼他的模特卡米伊需要花费 生活总是第一位的 卡米伊也没有辜负莫奈对他的付出 他似乎给莫奈带来了好运 莫奈的两幅海景画入选了1865年的沙龙 并且得到了极高的赞誉 美术评论杂志是这样评论的 莫奈先生的赛纳河口突然使我们停了下来 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从此我们一定会关注这个诚恳的海景画家的作品 这样的评价对于第一次参加沙龙的莫奈来说 已经是极致完美了 果然第二年莫奈又有两幅作品入选 包括这幅著名的绿衣女子 模特就是卡米伊 从这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的莫奈一门心事只为了迎合官方的认可 并卖出足够多的作品 很难想象这幅绿衣女子是莫奈的画作 既没有丝毫的户外光 背景也都是深色 但就是这样一幅很不莫奈的画作 在当时大获好评 卖出了800法郎的高价 莫奈的行情一路看涨 1866年他卖画收入已经达到了12000法郎 是普通公务员年收入的八倍 老实说莫奈如果按照这个画风 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 他很快就会实现财务自由 但他毕竟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不会一直为骨斗米而折腰 经济上获得一定的收获后 他立马回归到他的艺术追求上来 这也体现了莫奈艺术家的本色 他深信不单对他的教导 直接在大自然现场画出的东西 总有一种力量感 这是在画室里找不到的 于是他就创作出了花园里的女人 那是莫奈第一次在户外完成的巨幅光影作品 画中的三个女子是卡米伊一人分饰三个角色 这幅画虽然色调比较简单 但你若仔细看画里 这位撑阳伞的女子在她的脸和衣服上 莫奈第一次展现出了自然而多变的光线 他成功的制造出了阳光的效果 莫奈在画这幅大画时 坚持只在每天差不多的时间里画画 用细碎的小笔触来表现光的颤动 这样从天空到树叶再到卡米伊阳光下的裙子 和阳闪下的脸庞都处于统一的光线之下 这在当时是绝对创新的画法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创新 这幅画被1867年的沙龙无情的拒绝了 并由此开始 莫奈的画作也开始自消 再加上莫奈和卡米伊都完全不懂 持家理财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糟 雪上加霜的是 她的女朋友兼模特儿又在那个时候怀孕了 而她的家人却反对她和卡米伊的婚姻 这一下差一点就把莫奈压垮了 她跳进河里企图自杀 只是一下到水里她就后悔了 便又游了回来不想死了 这个跳河自杀的莫奈 其实只是过了一把自杀的影而已 在自杀为谁之后 莫奈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不信你就去看她这幅青蛙池塘 这个青蛙池塘是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岛 在巴黎近郊这幅画作无论是笔触还是光影的描绘 都比之前大胆的不是一星半点 阳光反射在水面上的波光零零 层次多样光影重叠 莫奈成功的让水在画面上流动了起来 从这一刻开始莫奈的光影风格就基本成型了 俗话说自知死地而后生 用这句话形容莫奈对绘花技法创新的自我放飞 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三年之后她画出了那幅著名的印象日出 从此以莫奈为中心的印象派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到这儿印象派的一些基本要素已经初见端倪 而印象派标志性画法的成熟与成功 还需要另外一些机缘巧合的世界与人物来加持 那就是普法战争的爆发 战争打响后 莫奈和毕沙罗跑到英国避难 在一系列世界与人物的催化之下 成熟的印象派才真正得到了艺术市场的认可 下一期我们就继续介绍 印象派成熟时期的莫奈 及其代表作品 请喜欢的朋友们点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谢谢大家的捧场